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推荐一款 很值得的小车给大家 它是一款四门方车身型 它的油耗不错 配备不错 空间表现也不错 而且重点是它的这个售价非常的清明 这款车就是 为什么推荐它 其实这款车在 2020年年初推出了小改款之后 它的配备啊外观都进行了非常大的升级 而之后 这款车的销售成绩也非常的火爆 它是去年Produa三大畅销车款之一 而且在几个月的月销量还超过了Myvi这款车型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车 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地方 而且为什么它值得购买 首先我个人是一个视觉系的动物 我对车辆的设计是非常的在意 这个Produa Beta在小改款前 我觉得它的设计其实就是普普通通 但是在小改款之后 它的外观设计 我个人觉得它的车头变得非常的帅 而且有点值得注意的是 Produa Beta在小改款之后 全车系的头灯都是LED 你在这个价位的车款上面 你真的很难看到可以给你全车系LED的车款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比较推荐它的原因 这款车你买回去完全不需要去改灯 它给你的就是LED 再来整个车头设计我是觉得还蛮好看的 而在车尾 虽然很多的朋友说这款车的车尾设计 并不是太好看 但是其实有一个小季节 大家注意看它的尾灯 它的尾灯采用的是 实际上流行的这个3D LED光条 这样的设计平常我们在这个 Mercedes-Benz或者是 BMW的车款上面才看得到 因为这个尾灯组的这个成本 其实非常的贵 所以我们可以在 Produa上面看到这个设计 看到这个用料 真的是非常难得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推荐它的原因之一 它的外观方面 真的很有诚意 第二个我推荐它的点就是它的这个内装 虽然说它的内装设计会比较普通一点 但是作为这个Air Segment的 车型 我们不可以对它挑剔太多 但是基本的功能它都有 像是这个 Keyless Entry Push Start Button 然后多功能的仪表 方向盘快节键 触屏主机 它都有 不过触屏主机 这个是在比较高阶的版本才有 另外一点要称赞它的地方就是 Produa Beza 拥有了这个 ASA 2.0 这个ASA 2.0包含了一些 先进主动的安全备备 例如说前方撞击一紧 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就是如果你停在红绿灯 你的前方有车 你在玩手机 前面的车走了你没有发现的话 这个系统在侦测到这个情况 它会发出声响提示你应该走了 这个我觉得对于马来西亚消费者来说 是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因为很多的人在驾车的时候都很喜欢 红绿灯的时候玩一下电话 可能会玩到 已经绿灯了都没有发现 而这个功能就可以很贴心的 避免你让后面的轮转你 所以Produa真的是在这一方面非常的用心啦 只是在空间表现方面 我个人觉得 Beza 其实只是中规中矩 它的内装空间 跟这个Produa ASIA 相比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因为它毕竟就是这个 ASIA 延伸而来的车型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后座椅背会比较直一点 如果是长途驾驶的话 后座的乘客可能会感受到一点不舒服啦 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在市区驾驶 Poi A to Poi B 可能是一个10多公里的路程 它并不会有问题 它是一台很称之的城市小车 第三点我要推荐 Produa Beza 的原因 就是它的油耗 作为一辆城市小车 油耗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最近我国的油价又开始涨回来了嘛 像现在RON97 一公升也要两块多的 然后RON95 一公升也是接近两块钱的 所以油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这个Produa Beza 提供了两种引擎 分别是1.0的自然进气引擎 也就是跟这个Produa ASIA 是一样的 还有这1.3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这个也是和 Myvi 1.3 一样的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油耗低 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人开车的话 那么建议你去买这个1.0的 Sport AT 版本就够了 它的动力表现其实不会差咯 因为它的车重大概是在900多公斤而已 所以这个1.0的引擎推重900多公斤的车子 并不会太吃力 而且重点是它可以给你很好的油耗表现 或者是如果你有家人或者是买给太太再送小孩子的话 那么1.3的版本其实也是相当的适合的 动力比较强 重点是它的油耗同样的出色 我个人的经验在试驾这个Produa Beza 的时候 基本油耗都是14公里一公升 或者是15公里一公升 在纯市区驾驶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样的油耗表现真的是非常出色了 这个也是我个人对这个Beza 念念不忘的地方啦 最后一点我要推荐这款车的原因 其实就是它的售价 像是1.0的版本 它的售价是从34,580 令吉起跳 可能有一些网友会说 这个价钱其实和Saga 对比 没有什么竞争力 确实Beza 在这方面可能是没有什么竞争力 但是我们不可以只看价格 我们还要看一下它的配备 像是Beza 它还有这个LED头灯组等等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老实说就算它比Saga更贵一点点 但是它的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 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重点是它的保养费用啊 它的月工期都不高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Produa Beza 的保养费用等等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在之前我们有为大家做过了这个Produa 的保养成本影片 大家如果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小白点看一看啦 在我们每次做这个新车推荐的影片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网友说 我们买某某车更好 其实买车 都是要看你的 个人需求在哪里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 买车你真的要很清楚明白 你个人的需求是什么 例如说你只是开车上下班而已 你很少跑长途 然后你上班的路程比较塞车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 比较需要一个低油耗的车款 那么Beza 就可能会非常适合你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做跑Sales的话 你时常需要跑长途 那么可能Beza 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你 所以 买什么车都要看你自己的需求在哪里 明白你的需求你才可以选到最适合你的车子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大家还想看我们分析什么车款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力的安排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OK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